美國選了顏色之後 國內應該進一步選顏色的機會都大 發達經濟體開始的利息開始下跌的時候 往往這些0的回報是比較高些 看見聰明的資金吸入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古談事件 身邊有施生和ortexon deportation 倒是彭格斯基金 司機金旗下的詐件基金基金 DANacson本集是我們節目的 在債息下跌下債券有何投资的机会 投资者不少都知道 环球的债息向下跌 可能比较减息 Jason跟我们的观众讲一讲 环球市场债市或债息的走势如何? 是否减息真的尘埃落 还是很多人都认为利息会持续下跌? 若看最近的美国数据显示 就位数据是开始静下跌 而且在居住的国标方面都开始有减慢的迹象 变成了联储局 巴威尔在最近的Jackson Hole都讲过 It's time for policy change 意思就是他们已经尘埃落定 已经倾向去开始减息了 如果看回利率期货市场 现在最多人盘算就是今年会减一次息 最多会减三次 看回最近的国际央行 例如加拿大和欧盟 已经开始了减息的路向 所以中合所有的因素 我们都认为 其实这个减息的潮流 最后会开始 环球就开始减息了 但以我理解其实国内的息口 已经早过之前 早过其他地方开始向下跌 近来他们出了国债 其实都非常热买 甚至炒到停板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讲解一下 国内的利息走势和环球有什么不同? 国内的利息手势是偏向向下的 主要的因素是不明朗性 以及以致中国的增长是有所放还的 我们过去几次都见到 中国减了几次的RRR 亦都减了几次的MLF 即是存款准备金 所以在银行资金个性的情况之下 银行是倾向去买一些稳定和保守的债券 去对冲回未经济下限的风险 所以拥入债券 即是中国国内债券的资金 是否主要是银行或金融机构的规备风险 其实如果看回最近的数据 不止银行作为一个投资者 都看到个人的投资者 都会买一些相关的产品 类似一些与国债相关的金融产品 去用来hedge fund 来的资息和deposit rate 有可能会下跌的风险 小先生 国内过去很多年 都是利息比较高 我们见过年少的投资者 对回报的要求很高 但近年利息开始下跌 以你在国内做生意的经验 或者情况 你观察到利息下跌 对国内经济或投资者 行为有什么改变 其实国内的经济状况 是很需要减息 去令到经济扩张 减少失业 还有如果你银筋松一点的话 消费都可以多一点 但是国内就一直都没有怎么选择 主要就是美国未选择 因为如果美国的息高 外地的息差 虽然说中国有外汇管制的钱 不可以随便流出去 但外面回报好些 自然有些钱会偷偷地流走 所以国内就不算很想 这种资金外流的情况会恶化 所以就一直都不敢选择 现在美国都选择了 它认为条件 现在就相对容许它会选择 所以如果美国选择之后 我相信国内的利息是还会跌的 国内你刚才说高息 其实你要跟银行借钱就高息 普通人存钱在银行也很低息 现在都是 我在国内有做生意 我们有些存款放在银行 都是一厘比较松一点 跟外面差不多有三厘比较远 差很远 差几倍 所以美国选择之后 国内应该进一步减息的机会也大 进一步减息 有些人说有国债买也先卖 你相信很多分析都认为 国内其实是盯紧了海外的利息 希望防止两者出现太大分歧 但如果美国减息国内的减息 怕不怕都会影响人民币的汇价? 两者一起选择就影响没那么大 如果美国不选择外地选择 就会大的 本来救经济的方法会隔跌是好事的 特朗普就经常想美元弱点 让他出口容易点 因为国内除了考虑出口因素 也要考虑人民币的稳定性 之前经济不好也没有做量化宽松 国内的利息继续下跌 Jason你作为债券基金都有管理 你们的投资组合或取贷方面 会否债券买卖的地方区域 随着人民币或国内的利率下跌 对于人民币下跌 我们比较保守 我们会偏向买回其他地区的债券 例如买日本、美国或澳纽相关的债券 始终地区的利息比较高 我们还要小心去处理 不要只是盲根这些钱进入市场 因为始终它们都是一些大的出口国 如果将来美国或发达经济体系的需求减少 也会影响到这些EM的市场 但我看彭博的数字 过去三年近来 东南亚国家是首次录得债市的淨流入 在你的观察会否是 国际投资者真的因为利息下跌之后 开始是比较大规模买回亚洲区的高息产物 我们看到一些聪明的钱开始在吸引这些债券 看到有很多Hash Fund在做一些Hashing 是类似利率的交换 去创造一些US Treasury的Yield 即是沽空美国的债券 然后去买新兴市场的债券 从而去赚出传选 这种策略有什么特别风险 或是否在基金界上见 在基金界上是很常见的 但风险是要当美国国债 真的进入一个下跌的区间 这个操作才是受惠的 如果它只是减一两次息 而没有再减下去的话 其实这个成本对于一些Hash Fund 也挺厉害的 我知道施生对美国国债的利率 也有相当能益 因为跟楼市可能有关系 Jason先提到 两三次就可能未必帮助太大 你怎样看现在开始减息 周期会减多久 我自己看 美国为什么会减息呢 如果纯粹是从压抑通胀的角度来说 它是不需要那么快减息的 因为它的目标是2% 现在还有2.9% 它这么辛苦 按下来 现在减花又可能刺激通胀 所以它不是为了通胀目标达到而减息的 应该是它看到就业市场的数字 没有之前那么好看了 经济有下调的机会 为了保障就业 为了刺激经济就开始减息 就业市场的需求放缓 我认为一旦开始之后 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估计 减息不是一次半次搞定 今年会选择 明年也会选择 除非出来的数字 跟原先估计很不同 很确定 但实际上 这次减息 都是不断延后的 如果说初初全减息 是 第二季 去年年底已经开始全选择 拖到这么久才选择 它已经就着就着 现在一旦冲破缺口 我相信选择 至少选择到明年 如果有这样的幅度 选择下来 对房地产应该有好处 对房地产有没有好处 你看看 地产股就知道了 这几天 自从巴威尔说 会减息成为一个 很明显的趋势之后 地产股就涨了很多 应该涨得比其他股份 地产股也会涨 地产市场好才会涨 起码会降低 它的债务上的压力 而买楼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要靠借钱 另外现在市场这么差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银行不太想做onkit 因为一做就亏了 那就是一个高级率是很高的 但如果美国开始选择 我认为 香港银行不会选择的 那个 p就不会选择 就是那个优惠利率 不会这么快选择 但是 都是同意拆息 所以很快选择 很快选择之后 就是做onkit 不用用封顶的 那个利率之后 银行做onkit 就会积极一点 对楼市应该有好处 施先生认为 减息到香港的楼市是正面 可能比较少说起 内地可能会跟随美国 开始减息再多一点 你认为内地房地产有没有帮助 内地房地产的问题 就复杂很多 香港房地产 我认为 如果说客观因素 是有利的 多过不利的 内地就不同 内地是 overdeveloped 它是过度发展 起突了 起突了就是 起出来的东西 又没有人住 经济上又没有需要 是浪费了资源 这些浪费资源 就是以前投入的资金 就被困死了 抽不出来 那些地产商 有时以前 就是 卖了水泥 钢铁 电器 给地产商 那些又收不回 我们为地产商 卖楼 那些又收不回 因为一连转 影响 就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减息而解决到 其实 内地现在的 按揭利率 是历来最低的 即是历史上最低 OK 政府已经在按揭方面 协助了市场 又给它借那些 他们有些社保 我拿出来拜托可以 有社保也可以 一直都可以借的 利息又降低了 所以 你说只是减息对内地的房地产的帮助 就相对少 但是香港的地产 你本身 那些人 就是经济有增长 那些人的收入有增长 负担能力有增长 而香港的供应量 政府就 今年二万五 其实上半年 买得六千左右 即是 只能建到六千个出来 实际上的供应 是远比 需求 远比预期中少 加上地产商已经没什么买地 建就建慢了 所以 接下来供应会减少 而 现在显示出来香港的住屋需求 是很强烈的 不过 只是去了租务市场 不在住单市场 如果你利息一拣下来 你就出现的情况 首先出现的就是 放钱在银行的收息的回报 不及买楼收租的回报 那些资金就会流向地产市场 另外就是 租楼的成本可能越来越高 供楼的成本越来越低 都是有利于资金流回房地产市场 所以我认为 一旦减息趋势明显 香港房地产市场 扭转现在的 偏弹的局面 是很大的 香港楼市就相对内地乐观一点 最后再问一下 Jason的问题 利息下跌 刚才我讨论了很久 是一个共识 你作为操作债券基金 在分配上或买资产上 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建议呢? 其实投资者可以利用 现在非常方便的平台 可以买美国的ETF 或者香港上市的ETF 他们也提供每个月的派息 但是要小心点 你意思是债券ETF? 是债券ETF 但是要小心点 在美国的ETF 有可能会收回一个 比较高的30%的Dividend Tax 如果不想买ETF 可以在银行或企业买一些债 但是入门的门蓝就比较高 一般是20万美元 我们现在暂时最喜欢的地区 就是日本 我们在买日本的债 还有我们会喜欢买一些 护城河 有些行业上有些高竞争能力的 好像Utility、Telco 或者高科技的公司 我们也会倾向选择一些 Cash Rich和Balance Sheet 是很strong的公司 还有最主要就是要一些 很strong cash flow 每天收回来的钱是最重要的 我们也想找一些 cash flow不会受经济系统的影响 然后债券也分了很多种 即是高息 有些是垃圾债券 有些是高评级 如果是减息周期 你认为哪一种的回报会高一点呢? 我们现在觉得 我们比较喜欢的是 Triple B的债 即是三个B评级以上 三个B评级以上 觉得回报率是相对性好一点的 而且会喜欢一些 Triple B的亚洲区银行债券 或者是一些日本的商社 以及澳洲或者新西兰的银行 如果那些人是直接买债券 买债券基金和直接买债券的差异在哪里呢? 如果你直接去买债券的话 我想的差异就是你有可能 因为在商业银行里面 收费其实也挺高的 我们看到最高可能也有100-200点指 但如果你买基金的话 因为我们是专业 我们都可以 是机构投资者 是机构投资者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企业 谈论一个比较小的收费 可能说的收费会比较大约5-10个仙左右 另外我相信应该刚才Jason也提到 买一张债券 就是绝对金額也要20万美金 我相信买债券基金 就是同一个金額会分散很多 是同一个分額 我们现在暂时的投资者持有38个债券 而且是 diversify我们由金融 去到二次科技 或者是一些企业的公司都有 是国际性的分布都很平均的 由美国去到欧洲 二次澳洲和日本 和东南亚都有 所以现在各位有兴趣 或者是觉得在债券 即在利息之下 债券是有前座投资汇本 不妨细细嘴掌 Jason刚才的说话 那我们今次的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回来说 其他香港华球的问题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回来说 纯粹抑制性欲去打羽毛球 我觉得就好像低估了现在小朋友的聪明才智 打羽毛球只是其中一招而已 女性还要学会 如何压抑你男朋友的性欲 我自己的女儿 差不多这个年龄 我都写过封信给她的 但是要叫她 短期NVIDIA 是未跌完的 因为有些跌口未保的 5月24日至5月28日 那个季节的裂口 这种模式很荒衡 全地球都是这样看的 穿环区底就要散 散下来就不是一天半天 会继续散 我昨天也有看同学去做淡的 至于什么时候要做淡的 我今次又会教买的 今次教很多东西 下面有个Banner 大家应该都看到的 2024美股蒸毒班的Banner 大家看到那个QR Code 在QR Code里面 可以参与阿努尚 9月19日星期四 晚上7点半到8点半 这个Zoom Class 用网上 不用周居劳动 立刻报名 有个早料价的优惠 大家可以留意